海音木克 海员海音木克是布莱美港的标志性人物 在柴油机船出现之前 他作为一名故宫航行在七个大洋上 他用他的首风琴演奏船上的工作曲子 而且据说他总是很饿 他于1850年出生在布莱美港 后来作为船上的屠夫在海上航行 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 因为在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 为了新鲜牲畜需要活着 海音木克负责照顾这些物资 并为厨房做准备 他的巨大名声甚至传到了音乐当中 在30年代 作曲家威利·恩格尔伯格和作词家查尔斯·安贝格 创作了一首关于海音的歌曲 由拉利·安德森 这位布莱美·哈芬最有名的女儿 以及德国乐队佩赫罗斯 和汉斯·阿尔伯斯等明星演唱 字幕提供 杨玉兰宝格尔伯格尔斯·韨撒赫罗斯·安负责